文法很重要的情緒嗎? 或是另一個問法 物學文法會有什麼問題? 國國上可能會有問題 發生什麼事什麼時候發生 會理解上這個問題 那如果你跟人溝通文法不對 你們覺得即使文法不對能夠溝通嗎? 大部分人知道可以 即便你到一個外國人一起走 也是OK 但像這位同學講 真正需要文法的時候 是需要詳細、確定的過程 絕對不要出錯 或是絕對不要觸解的時候 所謂就得過了 比如說開車 如果路上沒有紅綠燈 那大家開車 我開忙 還是可以開 大部分的時候不會發生意外 但是只有在交通特別繁忙的時候 或是某些特別忙的路口 特別需要交通好 類似這樣看 所以 謝文課 我不會因為文法問題 而去扣你的分數 但是我當然還是會 希望文法可以正確 也會把錯誤抓出來給你看 所以這條課呢 是要確定說各位英文 有對英文文法的基本理解 他不會呼吸一下 好 學英文文法 第一個一定要知道的事情 是所有的英文句子 都符合這個節奏 掌握一個地方 學的概念 每個句子會有 一種 一種名詞 是 這個句子的重點 主詞 會有 一個 主要動詞 只有一個 如果你的句子 發生有 兩三個動詞 你要確定哪一個 是你指標的 其他的要應做處理 那 觀看動詞 是否可以接 很多句子 會有一個動詞 所影響的名詞 我們叫做動詞 好 做動作 動作 受動作影響 剩下的東西 我們就叫做 剩下的東西 這個包含 時間 地點 工具 方法 心形 條件 可能性 機制 全部都是這塊 所以 英文句子 基本的順序 也是這樣 所以譬如說 我隨便選一個例子 我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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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terday in anger 主持I 就是做工作的名詞 主要動詞是shot 開箱 設計 受持 我們把這兩個放在一起看 就是我的老師 他是受這個動作影響的動詞 剩下的就是所謂的剩下 剩下的 With a hug with me 是怎樣的工具 Yesterday 什麼時間 狀態 變 anger 因為生氣 或是在一氣之下 所以主要句子其實在這邊就結束了 剩下的都是一些比較 不能說不重要 但是文法上面都是主要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這些東西 放在前面的話 譬如說你想調教這些事情 是你昨天做的 如果你要想調教這些東西 好像人家對不起 的時候你要記得這些創意的構點 因為你是把原本應該放在後面的東西 按到前面的 這個構點是靠出讀者說 你知道這東西原本不會應該放這邊 但是你想要搶掉 所以位子變得放一個多 其他東西也是 如果你要想調教這些儀器之下 但是在 I am in anger I shot my teacher 中間放一個多 很多文法規則 如果你去讀英國人寫的文法 他們都不大尊崇 但是我們這邊用的是美式英文 另外 另外剛剛講的即使你違反集合文法規定 大部分的時候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在你的作文裡面 如果你有分好的理由審讀這個動點 我也不會去這邊講 但是如果你沒有什麼特別理由的話 請幫你去 好 這個簡單的例子看起來好像沒有太大差別 但有時候你的後面的動性會很長 譬如說如果你要講的是一個條件或是一個狀況 在某種狀況之下 你做一件事情 那這一長串 放在句手的時候 當你的主要句子開始的時候 作者可能已經毀了 這個時候出現一個動點 其實最讀者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但同時你會發現 這個句子順序好像跟中文相反 這一句中文會講說 可能剩下五 我可能放後面 昨天我一氣之下拿一把槍 就是射了我的老師 說得反正這些剩下東西 放在前面裡面 所以這個你在寫的時候 我會希望你們寫的時候 盡量用英文思考 這事情都有原因 因為連句子的順序都會看 那如果 短暫的時間 沒辦法 用英文思考去寫 你用中文思考的話 你要注意這些差異 好 句子基本結構講完 我們就可以開始進入 不同的元素 第一個 名詞 就是 基本上就是物品 你能夠紫色的東西 都可以說是名詞 有些可以處 也就不能處 整個分辨 如果你去處它 你越處越覺得自己很蠢 大家就不可處 所以可以說 比如說 比如說 沙味 沙子 就是 通常我們抓一把沙子 這邊有一顆沙子 可是如果你這裡去處說 到底有幾滴 然後你會覺得水 比較浪費生命 這個就是不得水 或是像 水 你真的要的話 你可以拿一個滴漏 然後去滴漢有幾滴 可是這真的是浪費生命 所以水也不能處理 比如說 有一些例外 譬如說 應該說有一些看起來像是例外 常見聽的是魚 Fish 單處付出長得一樣 這個形成是有在選 它只是單處付出長的方式是一樣的 但是文法上是一個區分 所以這個比較像是你在選單字的時候 這個流利 它的付出是不是不一樣 但是單純可不可處 其實就是這個這個人質就可以了 好 那另外一個常見的問題是 什麼時候用 所以可處不可處 大家應該知道 幫你注意一下 單處是一個東西 負數是大部分的就是加S 少數有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其實看得出來 單處、負數跟要不要用 可 沒有什麼東西 你可以 負數前面也可以用的 不可處一次前面也可以用的 它跟屬東西很關係 它跟什麼有關係呢 它這種名字叫定外詞 所以當你要鎖定這個名字 的時候 就要這樣 你可以把它搶成一個 GAME的框 進化 就是一開始圓景看到一片畫面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畫面就是你要鎖定一個東西 近距離 這個時候就是用的 所以譬如說 如果你的脈絡裡面只有一個這個東西 譬如說教室裡面的老師 只有一位 只有一位 所以當你的脈絡是classroom的時候 你講到teacher 你要講什麼的teacher 只有一位 最高最遠最快 最冷都只有一個 或是一組或是一群 如果是付出的話 都是用的 你會用的高分是一般的一群 所以譬如說 如果你第一句是要講說 He was looking at There were so many cars on the street 覺得街上很多車 One car was looked very expensive 其中一台看起來非常貴 然後接下來你就是針對這台車 所以接下來只要針對這台車 多少價格 就是這樣 The car looks like a sports car When he looked at the car his heart was filled with jealousy 所以一開始進入一下 他用了這台車之類的 只要是針對這一台車 你之前提到的 所訂出來的這台車 到底要加什麼 What's my anything 好 所以基本概念就是這樣 螞蟹之前 其實是無痕傷的 他也說 It was a rainy day Water filled the streets complications When he was running across campus He stepped in the water 就是他快保 化效能的時候呢 就踩到這個水管裡 你前面已經講說路上 地上流很多水 所以下一句就要用五個人挖子 因為講的就是那個水 即使不能處理 也是一樣的 但想就是實際運用起來呢 總之會有些木工間 到時候我們討論我們做的時候 我們在就是依個案來討論 來進去的名字 好耶 那名詞 我猜吧 名詞除了單詞之外 還有更長的長相 例如說 動名詞 動名詞不名字義是動詞當名詞用的 所以它是動成的名詞 它是用在講的是一個動作 可是句子需要名詞 這時候 那其實 英文句子比較常見的是 會連接這個動作的受詞 如果用高的低句來講 Showing my teacher 這是一個動名詞 這個動作體它的受詞 放在去看是一個名詞 所以它也可以當 一個句子的主詞 接下來 句子的主要受詞 句子的主要受詞 題詞 詞尤文是 詞尤文詞 詞尤文詞